现在开始第十一题 十一 我是去年来中国留学的 原来打算在这儿学习一年汉语 现在觉得一年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准备再延长一年 他的想法变了 十一 我是去年来中国留学的 原来打算在这儿学习一年汉语 现在觉得一年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准备再延长一年 他的想法变了 十二 我朋友要来沈阳看我 飞机下午两点半到 下了课我就去机场接朋友 今天他不去上课 十二 我朋友要来沈阳看我 飞机下午两点半到 下了课我就去机场接朋友 今天他不去上课 十三 今年寒假我要回国 在家里待两个月 开学前一个星期回学校 他打算回国一个星期 十三 我们班的卖课上课 上课总迟道 有一天他早来了二十分钟 后来一问才知道 是他看错表了 那天 卖课的表坏了 十四 我们班的卖课上课总迟道 有一天他早来了二十分钟 后来一问才知道 是他看错表了 那天 迈克的表坏了 十五 我请了一位辅导老师 是中文系的研究生 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 他来给我辅导两个小时汉语 他的辅导老师 每周辅导他两个小时 十五 我请了一位辅导老师 是中文系的研究生 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 他来给我辅导两个小时汉语 他的辅导老师 每周辅导他两个小时 十六 接客人的朋友们请注意 从北京开往沈阳的K53次列车 就要到达沈阳北站了 请您到第二站台接站 上面这段话是在火车站 是在火车站说的 十六 接客人的朋友们请注意 从北京开往沈阳的K53次列车 就要到达沈阳北站了 请您到第二站台接站 上面这段话是在火车站说的 十七 那个新电影拍得很好 看的人特别多 你要是想看的话 必须提前两天去买票 他不用提前买电影票 十八 我姐姐已经 三十多岁了 还没结婚呢 朋友给介绍了好几个男朋友 没有一个他满意的 他姐姐不想结婚 十八 我姐姐已经三十多岁了 还没结婚呢 朋友给介绍了好几个男朋友 没有一个他满意的 他姐姐不想结婚 十九 我奶奶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 每天都坚持去公园散步 邻居们都说 他奶奶身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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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我不是不喜欢旅行 可是一旅行我就会生病 每次出去时我都带药 他不喜欢旅行 他不喜欢旅行 我问他 自由 相似愿者 满意